欢迎各位来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因为他从海底一直坐到天空 他是谁呢 他是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的教授 魏国燕 魏教授 那为什么坐到天空呢 因为他以前也是台湾环保署的署长 魏署长他出生非常有意思 什么叫出生非常有意思呢 因为他以前说他是海沙邦的 我想大概是海底下的伊丽莎吧 可他到后来磨刀磨剑 磨到真的来治理我们全台湾的环境 当然我想他不是再注重于海洋了 这整个过程 这整个故事 以及他在学术成就上面的贡献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魏署长 或者我们的魏教授 自己来跟各位说明 那我们的魏教授就麻烦了 好谢谢方教授刚才非常仁慈的介绍 我是魏国燕 现在在台湾大学地质系任教 我今天很开心能够到海洋之窗这个节目来 我基本上是想谈一谈自己的生涯 那这里面大概会有四个阶段 我自己很喜欢看武侠小说 我就把我这个生涯做了一个比喻 如刚才方教授主持人所说 是从一个海沙帮的小喽啰 最后呢有机会到政府服务 做这个至少是我们台湾的环境治理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跟国际的现况也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想我等一下利用这些时间 大致跟大家说这个历程 我想我们这个节目 也不是特别关心我魏国燕 魏某人啊 你怎么学习啊 你有什么成就 我想我的出发点不是这样 我们大概有这么三四十年 在海洋学界里面的一些学习成长 甚至有一些挣扎 从这里面呢 到底在我们的教育前线 对我们的年轻人 会有一些什么 我觉得可以从制度面 还有从个人自我的修养的这个部分呢 有点帮助的地方 这是我今天比较想利用这个时间 跟各位朋友分享的 那第一部分呢 我把它称作啊 少年练功 小剑客的时期 那我也就不讲太古老的事情 我把它从我1980到1987 在美国罗德岛大学 念这个海洋研究所的一些的 事迹吧 以及我对于我们的海洋教育的一些想法 放在这边 我1980年去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在台湾大学 已经念完了地质学研究所 所以在台湾做了一个硕士论文 然后去当兵两年 1980年的9月 到达罗德岛大学 罗德岛大学有一个很有趣 我也觉得很棒的教学的内容啊 全系的啊 全所的海洋研究所的四个分科 海洋地质 海洋物理 海洋生物 海洋化学 所有的师生共聚一堂 那么分别在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呢 要安排四位学生上台报告 他的论文构思或论文研究的进度 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其实我现在回头想 学习蛮多的 到现在我还梦中会想到这些 很有趣的画面 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一个研究啊 我的题目是说 红黄后被推翻了 在红黄后被推翻的这个故事里面呢 其实我是用化石的一些证据啊 谈当时在国际间 尤其在美国 兴起的一个理论 叫做红黄后理论 或者说红黄后假说 英文是Red Queen Hypothesis 那么这个假说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或它的重要的观点啊 就是说因为生物啊 它不断有生物间的竞争 它根本就不需要物理环境 有什么变化 它这个因为竞争的关系 它所生存的环境呢 就不断恶化 不断恶化就产生压力 所以就整个这个社群来讲 它生物有得的就有必有失的 所以它总和的那个好处 或者我们用英文讲演化论呢 Fitness它的这个适应性呢 总和是一 所以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就是你过得好 就是我过得不好 你有收获就是我 我有损失 在这个理论之下呢 这个生物的绝灭呢 会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压力 永远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第一场演讲 我做的是这么样一个题目 那我结束的时候呢 我就利用了这个红皇后的故事 红皇后故事是什么呢 是有一本童话书 各位都看过 爱丽丝漫游仙境 在它的第二本续集里面呢 有这个爱丽丝呢 进入了一个魔镜的世界 Alice's Looking Glass 这里面它碰到了红皇后 它跟红皇后说 你们这个世界好奇怪哦 刚才你拉着我手拼命奔跑 跑了半天呢 我现在看 怎么旁边的树 还是一模一样那棵树 红皇后就说 哎呀 你们那是一个什么缓慢的世界 太不开化了 我们在这边呢 你要拼命拼命拼命的跑 你才能够留在原地 这个同言同语呢 其实在很多学者 耳中一听啊 太有意思了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还有你个人 你要不同的寻求进步 要不然呢 你就会落后 譬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的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当时呢 在演讲里面呢 我最后的结语 大概是这样 我就不用英文讲啊 就是说红皇后被推翻了 这个宇宙或这个世界 并没有许给红皇后一个 Rose Garden 那个玫瑰园 这个是当年70年代很有名的名歌 我讲完以后啊 我得到一个一辈子 常常还会梦想想起的回报 就是全场站起来给我鼓掌 所以我这一点我要拿出来 一方面稍微余扬一下 说自己也都了不起啊 其实另外一点啊 就是我要想 我怎么会 一个刚去第一年第二年 英文讲不清楚的人 能够有一场顺利而成功的演讲 那我觉得这要归功两件事 第一件事我回头想了 我父母从小就让我读文学作品 从小我们就读东方少年的那个 东方书局的少年文库 所以我从小我就看过这些书 定国益日报 看小学生 从小就在一个 可以说书籍构成的世界 而且我的读书绝对不止于科学 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呢 我把文学的东西 尤其是西方人熟悉的文学 会融入我的科学研究 另外一场研究也很像 或者演讲很像 我是研究 生物演化的形式 那各位晓得 生物的演化在80年代 有学者 譬如说古尔德 Steven J. Gould 他就提出一个新的演化模型 我们称作点断平衡论 Punctuated equilibrium 那他这个呢 跟原来达尔文所提出的 世系渐变论 Philetic gradualism 是针锋相对 那我的研究呢 基本上是用这个化石啊 海洋微体化石来验证这两个辩论的双方哪一边比较对 我记得我当时演讲的题目呢 叫做A Tale of Two Speciations 一个两种总形成的故事 用中文讲有点截去熬牙 英文来讲呢 就是双层计的变形啊 就是双种化计啊 所以我一开头我也说 那是一个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 这是一个让人失望的严冬 这个是上心事五百万年 所以这个也很马上抓到大家的注意啊 总之我很感谢在那几年的这样的 很好的研究环境 所以今天回头我们讲海洋科学教育啊 海洋教育啊 我会认为在海洋研究所 它的学生其实是来自四面八方 它的专业背景 除了我刚刚讲的物理化学地质生物以外 可能还有工程啊 其他很多很多科系的人都能够来 我会建议在它的教学课程内容 要有这种综合性的 大家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训练 其实让我在当时 可以说每个月有四次机会 去放眼其他学科的做法 那这个事情到了今天啊 我后来能够在台湾教书 或者来从事各种海洋科学研究 乃至我们环境治理 其实啊 那个时候就得到非常多的好处 这个部分呢 小剑课时期 所以练的呢 我觉得已经不止练剑了 有气功 有十八般无意 那那样一个漂亮快乐的环境 像海绵一样去吸收知识 像出生之毒 去打拼 去闯新的境界 是我非常开心的 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轻学生 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学 或学习的环境 魏教授的访台让你听得如醉如痴哦 不要被他骗了 下一场我马上就会问他说 他到底那个博士论文 或者硕士论文的科学内容是什么 那个才是他享受生活的主要目的 我们待会听他的重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